第40题 根据文章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使用漂白剂浓度越高 杀菌效果越好 所以尽量使用高浓度 在这次疫情延伸烧的过程中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些东西都不是浓度越高越好的 所以选项A呢 是错的 选项B说 新冠病毒可能从眼睛入侵 故可以用西式的漂白水 直接喷洒眼睛达到消毒的效果 这当然是错的 我们的漂白水是不应该去接触 我们的皮肤眼睛之类的 它会对我们造成伤害 就是我们在这边跟我们写的 皮肤或眼睛接触时 会导致一种种种的伤害 所以是不可能是对的 那么我们的下面的所谓的诸选项说 使用漂白水在密闭的室内 只需要戴上口罩即可保安权 当然也是错的 就是刚才讲过了 我们所戴口罩呢 只能够避免吸入的危险 但是呢 皮肤跟眼睛的接触呢 也会造成很多的伤害 所以光戴口罩是没有用的 那么因此我们的选项是一呢 说漂白水不慎吸入会刺激呼吸道 若有喘气咳嗽等症状 不可轻呼是对的 因为这边已经告诉你了 如果吸入的时候会引入吸入性肺炎 或肺水肿呼吸衰竭等等问题 所以当然是不可轻呼 因此第40题问我们说 根据文章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漂白水若不慎吸入会刺激呼吸道 若有喘气咳嗽等症状不可轻呼